我为了这个开庭这一天 我和女儿真的 就是说死的心都有了 她爸的血糖都达到死 就是空腹达到死三四 她的病情也一天天地加重 所以说为了卢飞被清泉这一次 把我家造的就是说 真的现在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 我演唱的水墨平昌 后改为江口水香 被他人盗用 我想我自己的歌曲 怎么会写的别人的名字 我女儿的成绩 被平常县文物局副局长给剥夺了 我就感觉到特别的气氛 我也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我就领着女儿来到四川省平常县 为我女儿卢飞讨个公道 我就交纱了起诉状 一直到一年以后才正式给我开庭 他们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反而还拿出了一份假的证据 否认了侵权的事实 奴飞这个案子的案情 主要是奴飞表演的一首歌曲 江口水香 被他人盗用他的声音 做成了MTV并广为传播 这个案情里面就涉及到 我们著作权法第38条 所规定的一个权利 表演者权利 今年三月份 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我的诉讼请求 我表示不服 之后就上述到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庭职上 我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希望四川省高院 能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判决 请搜紧